新竹线破坏五支建产业政策 AI智慧园区是跑最快的一支 四大厂将带来4000个就业机会 115年前会陆续完工营运 让其中的智邦科技打头阵 总部在竹北AI智慧园区启用 有500位的工程师进驻 收持精产 现场杨文科与智邦科技董事长黄国修 宣洁集团创办人薛明志等人 共同种下台湾张树 象征企业永续发展 智邦总部正式启用 我们新竹线在开发AI园区 那主要的是要引进 有关于我们AI科技方面 运用方面的各个产业的厂商 那我们预定是要整个 将来要引进4000个工程师 跟一年要有1000亿的产值 目前我们都按照计划达成这个任务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那智邦科技它是在网络通讯方面的 全球的知名厂商 那它进驻之后 我相信跟我们其他的几家厂商 都是互补的 现正五支建 AI智慧园区是跑最快的一支 四大企业带来4000个就业机会 其中智邦从事网络和通信开发制造 成立35周年建总部在竹北 地下两层地上八层建筑将有500位工程师进驻 开幕典礼县长杨文科表示 五支建中焚化炉下个月试车 生命园区由各乡镇逐步新建 AI园区顺利开发 未来要携手产业合作 打造创新预成基地和技术产学交流平台 我觉得从AI本身来讲 无论政治的各方面的趋势怎么样 AI的趋势本身的步伐不会停下来 当然因为政治各方面来说 会带来一些复杂度 我们也在做长远和的布局 所以从AI本身的产业 今天的落成本身就是一个验证 我们对于AI的充长充满信心 总部一楼同步举办 台湾原生种生态特展 推广环境永续 黄络通讯大厂启用 为AI智慧园区打头阵 要用创新科技 让竹线在场经济产业高峰